大家好,今天是微讲座的十九讲 讲素食盆景的作用和意义 我们这个讲座内容很多 是根据一代宗师赫格森先生的总结 我们进行学习体会感悟和大家分享 有这样几条 第一,单一的素食物赏和固定模式来表现大自然 有一定的局限 一墨难以成零 一峰不能表现太化千行 只有丛林才能表现茫茫凌海 只有裙峰方能展现万水千山 只有素食结合才能展现既万山红变 也能成零精染 第二,制作素食盆景 必须具备素末盆景和三十盆景 制作的基本条件 第三,在庸材上要走素食结合之路 在结构上要走素食丛林总和多边之路 第四,素食盆景最能体现艺术天赋 你有多大的能耐都能发挥多大的能耐 有多大的本领就能发挥多大的本领 第五,素食盆景最能体现艺术观赏性 以及它的价值最大化 你看,这一个小小的本领 它的艺术价值 让你感觉有素有食 有山有水 同时,它这个也是很有阶级价值的 最后一条 就是它最能体现中国民众的特色 达到私情华裔 物我交融 神情兼备 情职一致等 彭显艺术最高的效果 谢谢